日本投降后 竟然有32名日军 与一个女人被困在荒头 他们是如何被困的 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 这些人之间会发生什么 1939年 一位名叫比加和子的日本女人 与丈夫一同调到安纳塔汉岛工作 刚来到这里 他们就受到上司日下部正美的热烈欢迎 日下部正美已经独自在岛上生活了几年 早已经受够了孤独的滋味 因此见到两人后十分开心 之后 正美更是以上司的身份 多次进入夫妻的家中 渐渐的 和子感觉到了不对劲 只要丈夫不注意时 正美就会对自己动手动脚 一开始 和子对此极力反抗 但她显然低估了正美的无耻 她威胁道 如果不想让你的丈夫失业的话 就乖乖听话 对和子来说 丈夫可是她的天 为了不影响到丈夫 她只能放任正美的咸猪手 拿捏到和子的把柄后 正美更是肆无忌惮 她经常将丈夫调出去 与和子深入交流 渐渐的 和子也默认了这种关系 一次 两人正在深入交流时 丈夫突然回来 这刺激的一幕让她当场血压飙升 不过 这个丈夫也十分窝囊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她默认了三人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 自此 三人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但好景不长 随着战争的加剧 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丈夫的家乡 她担心家人 决定回家看看 临别前 丈夫让和子等她回来 但两人没想到 这一别就是永远 丈夫走后 就彻底失去了消息 为了生存 和子只能依附着正美 两人开始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 此时 岛上有不少散养的牲畜 还种植着各种粮食 维持日常的生活不是问题 但很快 这种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1944年6月12日 日本三艘运输物资的军舰 正行驶在安纳塔汉岛附近海域 但他们没想到 美军很快就发现了这几艘军舰 并出动直升机对其轰炸 炸弹落下的一瞬间 几艘军舰四分五裂 日军也纷纷落到海里 在生死关头 他们顾不上船上的物资 拼命向附近岛屿逃去 十几分钟后 31名日军终于爬上了这座岛屿 此时 他们已经累到虚拓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着周围荒芜的环境 他们心中也是一片绝望 幸运的是 此时郑梅与何子外出采摘 正好看到了这些人 得知他们是日本人后 他们善心大方 将31人带到了自己家中 但他们不知道 正是这一善良的举动 让他们经历了一段黑暗时光 将这些人带到家里后 何子将家里的鸡鸭宰了几只 好好的招待了他们 由于这是一处孤岛 他们一时间找不到出去的方法 何子两人便邀请他们一起住了下来 对于这些日军来说 何子与郑梅简直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现在岛上的日本人已经有33人 可以形成一个小型社会 为了更好的生活 他们各自分工 日子也过得不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矛盾开始显现 一个女人和32个男人孤岛生存 6年后只活下来20人 在这期间 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为何会自相残伤 在孤岛上 男人渐渐有了矛盾 首先就是生理需求 在之前 日军为了满足自己 强迫本国的女生为未安抚 但现在 整个孤岛只有一个女人 还是别人的妻子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女人的滋味了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不管何子做什么 这些日军都会色迷迷地打量他 有时候 一些日军还会装目作样 故意触碰何子的身体 最过分的是 何子在洗澡时 还会发现偷窥者 这让何子十分恼怒 急忙将事情告诉了郑美 郑美尝过何子的滋味后 也舍不得将何子让出去 当即对众人宣布 他与何子是合法夫妻 同时 他还将救命之人说了出来 话里话外 就是让众人趁早打消念头 听到郑美的表态后 这些日军果然消停下来 他们只是盯着何子的身体 没有其他逾举举动 感到心中憋了一团火的日军 时时刻刻盼望着 希望能够回到祖国 很快 机会就来了 1945年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 随后 一艘美国船只来到了岛屿附近 喊话日本已经投降 要送被困的日军回家 但美军的这一举动 落到日军眼里 就是一个大险阱 首先 他们不相信一路高歌的日本竟然会失败 其次 他们也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好心 考虑到这两点 这些日军不仅没有向美国船只求救 反而还躲了起来 不过 土著们却没有想这么多 他们纷纷上船 美军本就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见他们自己不上船 也不再管他们的死货 调转船头就离开了此地 此时 这些日本人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还在为自己的选择庆幸 但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土著走后 日军在岛上的生存更加困难 同时 他们也发现获救的希望愈发渺茫 这时候 之前的矛盾再次涌现 既然都回不去了 为什么还要顾及这么多 几名日军合谋 想要趁郑美不注意 对盒子进行领悟 很快 这个机会就来了 一天 悬三郎与其也在外出打猎时 竟然发现了一架美军飞机 让他们惊喜的是 上面居然有两把手枪 在这个岛上 有了枪就代表有了权力 一个女人和32个日本男人流落孤岛 6年后仅剩20人存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名日军拿到枪后 兴冲冲的来到郑美与何子的家中 此时的玄三郎 再也没有之前感激涕零的样子 刚见面 就让郑美将何子交出来 这番话简直是对一个男人的侮辱 郑美撸起袖子 准备与他们大打一场 玄三郎也没有客气 直接掏出了手枪 见到枪支 郑美立即撵了 玄三郎拿枪对准郑美脑门 接则冲入屋中 准备行不轨之事 不过 此时的吉也已经彻底丧失了道德 为了刺激一点 竟然将屋中的何子拉了出来 准备在郑美面前对其侵犯 这对何子简直是一种侮辱 他当即求救 但郑美此刻自顾不祥 哪能顾得上他 在他的哀好声中 一副被吉也撕成了碎片 虽然他极力反抗 但他一个弱女子 哪里是军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吉也得手 完事后的吉也十分满足 他拿起枪 代替玄三郎指着正美 于是 在何子还沉浸在不甘中时 玄三郎已经压了上来 面对一波波的灵弩 何子也不停地哭喊 但更让他绝望的还在后面 尝到甜头后 两人居然堂而皇之地 在何子家住下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他们有想法 就对何子灵弩 有时候还会叫上正美一起 正美见日居梅忘了自己 很快就接受了 这种混乱的关系 这可苦了何子 他彻底成为了 他们的发泄工具 不仅要被灵弩 稍有不顺心 还会对他打骂 因此 他整日都活在单精兽帕中 随着日以继日的折磨 何子准备报复 他故意在玄三郎 与吉也中挑拨离间 让两兄弟反目成仇 最终 他们将枪支对准了彼此 随着两声枪响 他们倒在了雪坡中 但何子的灾难还没结束 这两名日军死后 枪支落到了其他人手中 这名日军再次顾及冲尸 霸占了何子 不过 他仅仅霸占了何子几个月 也离起死亡 随后 何子就像是一件物品 被不停地争夺 但无一例外 这些人最后都离起死亡 到岛上只有二十个人时 众人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认为 让这么多人死去的原因 都是因为何子 于是 他们背着何子开会 企图将何子处死 何子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是自己救了他们 现在却要被众人合谋杀死 幸运的是 有一位日军不忍心 提前将消息告诉了他 何子在晚上逃到了丛林里 在深山老林 他躲了一个月 正当他坚持不住时 再次看到了路过的美国军舰 他鼓起勇气冲了出去 对着船舰大声求救 获救后 何子不忍心 日军独自在孤岛 便透露了他们的消息 最终 这些日军被成功救出 不过 他们并不感恩何子的付出 反而称何子不守负导 导致13人死亡 因为这些言论 何子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唾弃 不过 何子顾不上计较这些 他立即打探起 自己敌人丈夫的消息 这才知道 丈夫当初离开小岛后 想到他被戴绿帽子 十分生气 直接抛弃了他 与另一人结婚 见到这一幕 何子伤心欲绝 一直到十几年后 才找到了一个 不嫌弃他的男人结婚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对大家要认为